來這條路 兩條路 跳 拉開逃生氣墊 奮力往下跳 逃生訓練逼真模擬 這是新加坡連駕航空 酷航的逃生演練 機組員演習當作戰 一點都不敢馬虎 只是如果有一天氣墊下方 真的是河水或海洋 是否能夠臨危不亂 在河森河嗎 OK 直接通過河森河嗎 對 飛機 飛機 直接通過河森河 2009年 美國航空編號1549班機 起飛兩分鐘後 迫降到紐約哈德遜河 河面上漸起大片水花 估計有一層樓高 隨後整架飛機就像趴在河面上 機組員啟動逃生電 所有人待在河面上等待救援 最後機上155名乘客 全數獲救 機會很高 要看你的飛行員的 對飛機操作的技術跟機運 美國航空這期水上迫降 堪稱是飛安史上最成功的案例 不過台灣有機師在網路PO文 認為台灣從沒有航空公司 針對水上迫降進行演練 只在模擬機或看手冊訓練 像美國航空這樣的襲擊迫降 幾乎不可能發生 我們找一個真正的湖面或海面 或者是如果要迫降在山區 找個樹林或找一個泥泥地 來做實際的迫降 那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模擬機的逼真度 已經幾乎它的感覺跟動感 已經超過95% 1996年 伊索比亞航空961號班機 照到攜持 燃料耗盡後 機掌墜海迫降 左邊引擎入水撞到礁石 機翼斷裂 機身也斷成三節 機上175人 最後只有50人生還 水上迫降看來很難實戰演練 一旦遇到了 除了靠機掌的臨場反應 也得老天保佑 記者張宏益 楊世旭 台北報導